我就喜欢那种舞台的感觉 七场被选手彻底碾压 我要找茶 你中他圈套了 那咱们就把茶继续找下去 自称文艺中年 先考虑自己二败的 我都为您捏了一把汗 您这次黑我黑得很贵 我是咱们天津金南的美术教师 于是瞎子大郎记忆的传承人 普及飞夷 我们也确实应该像鱼冈老师 这样从娃娃抓起 通过这样一个载体 让孩子实实在在地 体会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文化 接下来我们先看看 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 文艺中年 爱表现 我的横向 我做主 很多人愿意给自己 打上一个中年的标签 有人是热血中年 有人是文艺中年 如果让您给自己的中年 加一个标签的话 您会加什么样的呢 我油腻中年 倒是很坦然 为什么要用油腻 形容自己的中年呢 就是我都已经黑 这么黑自己了 大家也就别再黑我了 这是一种职场情商 来吧 让我们请出这位 想要做主自己航向 爱表现的文艺中年 梅波 四十七岁 河北张家口市四中 高中学历 我叫梅波 做过婚礼四宜 参与过一些表演 希望在这里求职 求一份跟主持 登台 出镜 等有关的工作 谢谢 好 欢迎您梅先生 听您嗓音不错 先生占百分之八十吧 那那百分之二十是 跟自己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不抽烟 比较注意饮食 尽量少吃刺激性的食物 酒也非常少喝 看来您平时很在意 您这个自称文艺中年 中年是现实嘛 文艺的话 多多少有点文艺化的 比如说自己 看文书啊 然后偶尔记一些 比较好的诗词 名句啊 然后练练字 写写字啊 您指的是软笔还是硬笔啊 我长年以来是写硬笔 信手秃鸦 平常每当写的时候 进入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您今天能让我们看看 您的这个 真是不少 先不论这个质怎么样 但这个量是不少 就是平时练的一些 林的一些字帖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些 超路的一些东西 随笔心得 我就随手拿一个展示 给大家看了 好吧 我喜欢这一页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截 字确实写得不错 这些本啊 它是从最早可以是 这一本是一三年的时候 第七本是现在的 小十年的时间 我现在还在写 真不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梅波的这个报名表 我觉得它这个报名表 那字写得也挺棒的 挺飘逸洒脱的 对 没错 文艺中年 我一开始以为 您是一个拿自我调侃的词 没想到您确实是有一定的 这个文艺特点 但您这个爱表现和文艺有关系吗 是因为您字写得好 嗓音也不错 所以爱表现 老觉得好像说一个人 叫什么内外兼修 写字是 自己默默无闻去感悟 去感受我们汉字的这种 风采啊 底蕴啊 但是表现的话是 从这个就好像带在这里一样 把自己展示给大家 同时如果能够收获一些更好 更有价值的 那就最好了 这些词都有点虚 您就说说您怎么的爱折腾法吧 我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去选择参军当兵 因为我当时不安分 也有些许叛逆 所以我觉得校园生活已经够了 但是呢军旅生活 我是没有体会过的 在军队我也是在台上 我去跟人搞个朗诵啊 退伍之后做什么呀 退伍之后一开始进入家 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 您在部队的时候有机会学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学的呢 再去到公司人家培训的 在那个年代 能有这样的机会 得到这份工作 并且有机会去培训 也是很难得的 我觉得还可以吧 现在常说的PS Potoshop我心里一看 我这都是当时我玩剩下的 包括我用的两周时间 学的无比大字 听见了吗 这都是人家那一代人玩剩下的 我记得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是800 那是97年的时候 97年 97年800也不少了 干了三年不干的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突破 而且我个人觉得老对着电脑 电脑态是死的 不如人有意思 你选择工作是兴趣优先 还是收入优先 先考虑自己爱败感 那你干了一份自己爱干的什么工作 做企业培训 还有做一些营销 跟人打交道 跟人打交道 另外爱干 企业培训做讲师 在台上一讲 我懂了爱表现 是吧 又跟这个结合起来了 那么做营销的时候 我们去讲课 我们也听课 听完之后再讲 这不也是一个输入输出的过程 这又能赚钱 然后又跟人打交道 还能发挥您这个嗓音的特点 爱表现的这个性格 也能够展现得联合机制 对 还好 但是终归也是没有能够再做起来 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现在想起来的话 可能因为比如做营销这方面 可能有一句话叫什么 义不经商是吧 就是说您觉得自己 在商业这方面 没有太多的天分 不行 那您这个时候有没有意识到 咱选工作的时候 不能先想着说 选自己喜是喜欢 可能得考虑自己能不能干 但是我觉得好像 首先如果要喜欢的话 就有可能干起来 然后呢 我有一次 看报很多的这种 人体资源啊 各种报纸 有一个小条豆腐块 说某某培训学校 培训婚礼主持人 那我这样的话 从小那么爱胳膊 爱表现 爱贫 我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 结果就不小心就报名了 但是关键在里面就是什么 人家是先学徒再出师 这个行业吧 他看你经验 我就告诉你 我主持人买厂 你一听就够了 人家看你没有这个情况下 人家不会给你 我是一边报名 一边去接活 那是09年的9月26号 我去人家培训学校 然后当时我同意 几乎在同一时间 我去一家婚礼公司 当时他说 老师您做过中式婚礼吗 您中式做得多吗 我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中式婚礼 当时 其实也不多 但是我想说 既然有中就有西 那么他既然问这个多不多 想没这种比较少 我在那一装 我说那个 我做这么长时间以来 中式做得不多 他就觉得我就信了我了 然后就于是 好啊 那就一个月之后 10月25号就是你了 我就把一个月之后 付了那个姜 我当然都不懂 完全是不懂了 然后于是赶紧就在学校 学习培训 在游戏刚开端那个时候 几张主持词 我白天背晚上躺上背 但是尽管如此 当时差一点哭得疏漏 太好了 我们就爱听这个 你的新郎新娘给父母敬茶 敬小银茶 然后 半娘提醒我 戒指还没戴呢 我说 我知道 但是心里非常 你那把汗啊 因为是 她不提醒我 可能就真忘了 赶紧借完茶之后 请新郎给一万戒指 给补过来 你当时觉得害怕吗 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 那句话怎么说 富贵险中求啊 只能去 是 你的富贵险中求了 人家的婚礼 这个也挺险的 但是还好 但是还好 即使怕 也是那一瞬间 因为马上 给下面的环节 我得把它走完 未曾学艺先出师啊 您属于 胆子太大了 我听到您刚才的叙述 说实话 我都为您捏了一把汗 如果眼砸了 那可能 对于我这个新人来讲 我觉得是一辈子的遗憾 我必须这样说 您这次黑我黑得很对 我必须承认 因为我 如果说出来 说明我认识到这个问题 当时这一点 我是做得出动 但是有我自己的问题 那个学校 他也没有提醒我这一点 也周围的人没有那个 当然这个万因不考虑 我们现在必须是人 是经过科办承招起来的 对 但是我说你这个科办 我想说 既然咱给人做司仪嘛 一辈子就一次人生大事 对吧 其实我觉得科办 应该科自己 咱别因为自己的不疏忽 办了别人 刚才您谈到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上岗之前 是要有一个上岗资质的 您其实上岗的这种培训 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您接了这个活 其实它是有投机行为的 投机行为 其实对于新人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 我当时也我认为 我也算是 因为我总而来讲 比较喜欢做这件事情 也热爱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的其实态度 我认为是对 是没问题 只不过没有 热爱 没有人跟我说这个事情 没有人提醒做老师 总之各团队 没有跟我说 说要学校的手法 要记住 但是您还没有接受完培训 您就认为没有跟您说 所以我觉得人刚匹配 您首先得知识技能先匹配了 这是最基层的匹配 才会有个性和 它的岗位的胜任力的匹配 最后才会有 你个人价值观 和组织文化的匹配 它是层层深入的 对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其实 梅波它的这个意愿度 还是蛮强的 其实我们在 看一个人的时候 不能光看一个人的技能 而是要看它的意愿度 它如果意愿度很强 其实它可以一定程度地弥补 有技能的 其实有好多时候 什么是最好的学 就是你先把 弗莱克力出来 然后你去学 这个时候是 学习速度是最快的 它就必须得上 我同意马老师那个观点 为什么呢 比方说 直播的培训 其实我知道直播培训 有很多都是那种 培训奖师 根本不动直播 没有卖过一天货 也就是说 他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 他就敢去做一个 知识的搬运工 完了以后就夸夸夸 花三天两夜去到处收钱 但是我们知道的现实情况是 很多人上的那种 所谓的直播的培训课 没有用的 就是在割韭菜 你有愿望 最根本的是说 你有没有能力 去实现这个意愿 如果当你都没有一个 基本的能力和技能 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 我认为就在冒险 实际上这个我是不支持的 我觉得会不会跟你的职场的态度 这种投机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我觉得是不是值得去思考一下 从投资来讲叫投机 但是我觉得我管它叫 我认为这是勇敢 无知者无畏吗 你刚才说的话不叫勇敢 你用错词了 那个叫做欺骗 只不过你的骗局 没有被别人发现 你侥幸逃过了 仅此而已 我觉得背后 其实讨论的根本的问题 是职场当中的诚信 学历的诚信 精力的诚信 能力的诚信 我觉得在职场上 是一定要这样 这是底线 其实媒博你看 大家聊了半天 当时你的这种情况 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我必须 因为当时比较低落 而且我是花了一个月时间 去培训 去学习 不管我学什么 不管我学校怎么样 我必须在最短时间 这里拿出成绩来 证明我能够做 而且我接到活 我挣到钱 有人相信我 而且我还可以持续 不断地把它做下去 而且越来越好 还是要做一些 很实质的一些 可靠的工作 这是这样 你不能说光我去接 如果我去接些事 我把它这个 给我骗到手了 我接着场了 如果我不学 我什么也不学 那我还是不行 到最后实际上 我还是拿下来的 你这个叫个例 本来成功就是个例 当时我们学校 那么多人 现在该讲一百个人里头吧 能还在做的 而且做都成绩的 我估计可能也就 两个三个多少多的 我是其中之一 所以后来我做了 在几年之内 大概三年左右吧 三年一共接了多少 做了超过两百场 要不模拟一段婚礼 不过需要吗 现场找 从嘉宾里面来挑 新郎新娘出来 那您选择我们的 哪位企业家 配合您完成这个 即兴主持呢 您 来来来 那您来选择一位吧 现场您选择 一个青睐的女士 我不选了 来 我们请静晓 来 有请静晓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你是专业的主持 就给大家增加点难度 我个人认为 就是主持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最大的考验 就是你经常应变 比如说新娘反悔了 我没有遇到过 这样就戒指忘带了吧 好吧 看看您现场怎么处理 也可能企业家即兴 会给您增加难度 心与心的交换 爱与爱的交种 交织出今天这样一个 幸福而美丽的誓言 为了表示他们对爱心的 忠贞不渝 请你们交换 定情信物 西哥 戒指他们说忘拿了 哎呀 你怎么搞的 我让工作人员去找 那么现场我会采访 当初你们俩 谁先追的谁呀 他先追的我 新娘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应该今天 是不是喝醉了 准备喝酒了吗 我觉得其实你应该 很清楚的 他就是不好意思明说 女孩子嘛 好吧 含蓄 那我就不要光说了 不要光说这样 朋友们 我们在等待 戒指降临的时候 我们想不想看一点 激动的 精彩的 好 戒指找到了 好 重新来 有请我们的伴娘 但是戒指不是他们俩的 买的那款 是我们临时 从别人手下弄来的 现场就不再看这个地方了 我们不会去放大这个错误了 那您这戒指 还要让他们戴吗 戴上 不能够 一定是不能缺失了 这一点要缺失 这婚礼我认为就失败了 这是彻底失败了 比刚才那个 反正戒指来了 戒指来了 但不是他们俩的啊 尺寸不对 没事 有请 对 那个新娘子啊 这个戒指呢 是刚刚从林雨松手上撸下来的 虽然说呢 是别人的 但是呢 我的心意是真的 希望你能让我戴上它 然后 好 新郎该拟了 请新娘将戒指在于新郎 索手的吴冰纸上 不 我不想戴 因为我看到这个戒指 也不是你买给我的 是黑紧的 这个戒指不是一对 是黑紧的 我觉得你不够真诚 我们这位新郎啊 确实是没有关系 好吧 新郎比新娘还傲娇 当然因为是你追的我 是我要追西哥 所以说我把戒指给他 要不把他让给你吧 完了 玻璃搞砸了 对 我可以离开了 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们的舞台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样可以吗 你觉得可以吗 梅波 我没有遇到过 梅波 你这个有点不讲理了 刚才呢 我们问您了 你觉得主持人最难的是什么 主持最难 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最大的考验就是地方应对 现在出现了这个变化 你怎么来应对 我站在这看 我觉得很尴尬 黑锦在下头不停地出状况 接话的应该是你 刚才一直是潮汐在 又当新郎 又当司宜 帮你去圆这个场 可是 你没有任何 我应该接上 我应该接上是吧 其实 我必须说 凡是每一个懂环节 懂这个的婚礼人 会提前做彩排 包括彩排之前的沟通环节 把提前方便全都做好 你等于合着 你认为的应变就是 客观条件都按照 你认为的去走 我还真是 那就算我今天上了一课吧 这五千我们遇到过 那我请问 您这一段模拟主持 您主持了个寂寞是吗 再来聊聊你下一个关键词吧 我的航向我做主 你的什么样的航向 由你来做主啊 就是说基本上我还是要选择 跟自己的兴趣爱好 技能特长 所相关的职位和行业 大概就是这样 你现在四十七 还有三年就知天命了 你觉得你知道 自己的天命了吗 我现在觉得 我是应该知道一半吧 因为自己觉得 这些年通过阅历 通过自我的一些感悟 上班早点玩午 然后在一个单位 对着电脑或干嘛 默默那样去做 我做不到 我只能够做 类似这样的工作 我需要去表现 你喜欢舞台 喜欢人钱的工作 但是我现在是这样 我尽可能让自己集合起来 幕后我们也在 我也在尝试 那个美波我问一下 就是你的心意企业是哪一家 我说真的 我不是太了解 我只是说 如果我看名字的话 我看到有传媒的 可是美波 你刚才告诉过我 你不允许有意外发生 你说你在主持婚礼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环境全过一遍 在非你莫属的 这场面试里面 问心意企业是必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做准备 我觉得现在的信心量了解 了解还不够 我刚才这个我就没法 再往下看 这个不是理由 这个不是理由美波 我们这些人 人名字加上公司的名字 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搜出 那个精准的公司的 就光不知道 不知道名字就不行吗 是啊 你要我公司干什么呢 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样的 就是您作为老总 您在跟菜场买菜一样 这个菜是不是适合你的 您去挑它 如果您要对我有兴趣 我觉得您是不是跟我 要介绍一份 您的公司做什么情况 让我也了解您呢 每上来一个选手之后 我都要告诉他 我们是干什么的 求求你到我们企业来吧 因为不是每个选手 都适合您的公司 您一定要去找 您觉得适合您的公司的选手 才可以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大 我只能说一个最低的要求 上限我不好说 我最低的话 像我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两万起步 无则底薪两万 对 好 没波 很遗憾 最后一盏灯也灭掉了 你如意把自己话说得太满 让别人对你的期待之过高 可能有些时候呢 你蒙混过关了 比如说你那次婚礼面试 私宜的面试 幸好没出纰漏 但是不是你每次把话说得太满 把牛吹得太大 都不会破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叫做 企业家不会画大饼吗 我告诉你 企业家如果你画了大饼做不到 那个叫做吹牛 做到了那个叫做承诺 关于您这个 我觉得很多事情在没有结果之前 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我们真的不好去说它是怎样 往往天使和魔鬼就在一线间 其实从我自信内心来讲 我其实钦佩你们各位企业家 因为你们能够去做到 带来一个团队去实现一个很大的目标 而我只能在台上完成我自己的工作 你们是最厉害的 所以说要做好更大的事业 是像你们而不是我 我做到你位置上 我是不行的 我认好我自己的命 做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祝你今后工作顺利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各位 后悔有期 不要气 其实这叫挫折 我们这不叫挫折 这叫做一些尝试 一些努力 因为我想他们在挑人的时候 他们肯定也会有他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只不过作为一个求职者 能够面对他们的问题 甚至是也故意地刁难 那没有关系 有一些积累就有一些收获 能够让自己成长 这就是难以换得的财富 我们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 家族企业掌门人 静老院歌手 广场舞阿姨的偶像 非专业婚礼主持人 那她的年龄至少我觉得在六十岁以上 这就是您不知道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在敬老院里陪叔叔阿姨 她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有资本的 然后做着每天自己想做的一些事 我觉得这个选手有点把自己看得太糟太完美 我要找茬 那完了 她今天的面试不会顺利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求职者 清智雄 三十二岁 初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清智雄 来自上海 是一名商人 志愿者 金岛月歌手 广场舞 四位男神 婚礼主持人 大家都叫我清董哥 我今天希望找一份从事演艺艺术舞台的工作 大卫老师好 欢迎你 金志勇 这个大卫老师我要找他 你穿的就比大卫正式 你把主持人放在何地 你还打领结还是蝴蝶结 说实话因为我是在上海 我们是一个家族企业 然后我在上海已经有十六年了 然后我们技术的后妇比较多 然后很多后妇都是叫我清董 然后我就喜欢主持 所以我今天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梦想 正好大卫老师是专业的主持人 所以我就想在婚礼幕守的舞台上面 我们来一个春节四十的主持可以吧 我就喜欢那种舞台的感觉 就那个激情 对 行啊 你说怎么来我就配合你 那我们就急性来吧 我先然后你扣 然后我们一起 好 您说我就做 那我们往扣一点好不好 然后在这里 对 行 这 这行吗 可以 差不多可以 好 全世界的听众关注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书店的是 天津卫视非你莫属的春节晚会现场 大家好 我是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节目的主持人大卫 在这万众欢腾合家团圆的日子里 我们仅代表天津卫视全体工作人员 向一直以来欢心支持 以及收听收看我们天津卫视荣媒体各档节目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说一声过年好 好 这行吗 可以 可以 您觉得我表现的行吗 我觉得您表现的比我也好 其实我情绪不如你 这个气场绝对不行 被选手彻底碾压 而且我没有像他那进入状态那么快 你刚才自称大家叫你轻懂 你是董事长吗 我不是董事长 董事 我是从小比较董事 因为我16岁就来上海了 然后我们兄弟姐妹有七八个 然后我刚开始我们是 我是没什么文化 因为我初生都没变出来 我们是从事是打印机复印机 销售一体的一条能服务 你刚才说你是家族企业 我怎么没听到 家族企业在我理解一下 因为是什么你爷爷 你爸爸 然后传给你 没有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镇上 然后他们全部是这一块 都是做打印机复印机的 就像那个沙天小吃一样 冷断了 然后你们镇上的人 都有亲戚关系 对 亲戚关系 是大哥带我们出来的 我大哥他们开了很多分店 然后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跟他们打理打理 然后我也是一名专业的工程师 打印机复印机工程师 打印机复印机工程师 对 然后 你今天录完相别走 你给我们节目组那几台打印机 给调一调 那觉得没问题了 没问题 好 我跟你说 希哥 从你从他上来 你一说我就开始要找茬了 我跟你讲你中他圈套了 太希望你来找茬了 我跟你讲他特别热爱表演 真的 好 那咱们就把茬继续找下去 家族企业掌门人 掌门人是什么意思 掌门人就是我能够 既能够掌握我们整个分店的一些 包括什么运输啊 什么快递物流啊 包括管理下面的人工人啊 对 然后我自己的工资也很高的 而且是所有的实力都是掌握在我手上 他是挑大梁的 他来主持这个局面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明白了 你这掌门人是这么来的 是是是 那你怎么呢 现在金盆洗手了 退休了 因为我这个做生意的圈子比较广嘛 然后有一次在那个 微信的朋友圈 发一个这样的通告 说要招募志愿者 去他们进到音乐的老人去表演 然后我就曾经就喜欢音乐 喜欢舞台 然后我就结果去参加了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志愿者的那些人 他们都不怎么会唱歌 然后比如说一放音乐 他们就瞎唱了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不行 然后我就自己买了音响 买了服装 我想有那种歌沙家的感觉 听懂 听懂 我觉得不是志愿者 不会表演 不能表演 不专业 我觉得你更倾向于 你特别想去表演 更希望找一个舞台 去唱歌去表演 对吗 对 这是金盈运这样一个舞台 给我锻炼了很多的机会 什么刘洋河 卡球沙 去学习那样的歌曲 你来唱两句 那我们就把欣赏当作金盈运 好不好 不用把现场当作敬老冤 这就是敬老冤 可以 来听我说话 鼓掌 都听得见 好 哎 鼓掌 好 好 那四位大女亚不来一个路水 把破雷你堵满了过一 为哈吉拉拉不女卡球沙 那为索得比黑可多一 哈球沙站在军校的岸上 歌声炮响 明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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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光 作为一个老人家来讲 我还是挺受用的 我觉得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感染力 而且很纯净 就是一听就是经常为敬老院的老年人去唱歌的那种状态 敬老院的老人啊 他们不仅是喜欢我唱歌 还喜欢我即兴唱歌 即兴 你唱歌就算了 你还即兴唱歌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 他们上上楼下楼都不容易 你即兴再给他们来来一首 我们相聚的时候 掌声转转 暖心托 这情景 这美寒过 我们紧握上手 掌声代表 你们的爱 歌声代表 我的情 今夜你 我们相聚在 对你莫收心老远 虽然我们相聚短暂 但愿有一天长地久 这边的爷爷 有边的奶奶 还有现场 以及电视机器的关注朋友们 祝愿大家 敬河 唱首 哎 别说这个还真的应该表达一下 因为这首歌是我当年听过的歌 就是你改的词嘛 听起来很亲切 进了金老院了之后 我也许会听你唱歌 我也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对吧 因为我不仅是在金老院唱歌 然后我还是主动去金老院开个人演唱会 对 然后这个三营的时间下来 然后基本上上海大大小小 我基本上全去到每个区都去过 然后在这个三营的时间里 我是服务了两百多个小时 然后我是被荣获 上海是优秀志愿者 这样吧 你既然还都在养老院开过个人演唱会 给我们正式地唱一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的要认真思考 你现在光看他唱歌了 林院长您还没看他跳舞呢 人家可是广场舞阿姨男神 是的 您是什么时候从演唱进军到舞蹈的 因为我是先是去了金老院 然后我发现我的唱歌实力不行 每次上来比较紧张 然后我就为了克服这个困难 我才去了广场舞 最前面的一摆跳最准简跳 然后就慢慢的跳下来 我就克服了紧张 拉丁舞广场舞新加舞 唱歌舞直接歌舞音乐 我都能够驾驭 都能驾驭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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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吧 来 来 掌声 哎呦 真不错 劲很足 跳得真挺好的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前排是属于领跳领舞的那个角色了 是的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我 我觉得根源 就是我的一个 非常正能量的方向 这样好不好 你已经把他们 视作养老院的老人了 你接下来把他们 视作跳广场舞的 中年大叔和中年大妈 你带着他们跳 你教他们跳 可以 没问题 我就喜欢他身上这个劲 就是来者不拒 你说干啥我都行 我觉得那一位 那一位红色衣服的 他有气质 然后旁边这一位也可以 然后这边来一个 来 有请四位 来 很快我就要步入 广场舞的行列了 提前学学 那我们就去那个 刚刚那个小苹果 我记得几个 小苹果啊 好 几个简单小动作好不好 这样 你看 右手 左手 绕一圈 然后从下面绕过来 对 然后心窝 是这样他在心窝 对 对 心窝 然后海马沙坡就这样 往上伐 对 海马沙坡 我觉得我可以来 因为我们一起合作一下 就像天遍最美的云朵 今天又来到廖房开门山坡 读下希望就会收获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小兄弟的感染力 把我的感染激情都感染起来 我觉得跳起来我都年轻十岁 太开心了 记得我们有一句话是曾下说的 像我们经常跳舞的就是老样子 然后不经常跳舞的就样子老 是这么来的 对 但是我请教一个问题 就他刚才跳的时候 你们觉得他跟你们有互动吗 没有 他也没教会我们 对 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讲 我还没学会你开动 我根本就跟不上你的节奏 你这身上厉害 右手 行 现在不用教了 非常棒 虽然你跳的和唱的 严格来讲 就是说一个爱好者的水平 但是呢 我倒觉得你有一点 在工作当中挺难得的 就你这孩子不害羞 我也不怕说我跳的难看 你们会笑 我不扭念 对 我比较自信 对 我觉得你这种自信 就和你最后一关键词 就搭上了 你也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你也压根都没干过 只是在养老院 敬老院 唱唱歌 广场舞 跳跳舞 你就怎么去做了婚礼主持人 因为我 我是技术的 会不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做打印机嘛 打印机肯定是一些婚纪公司 他们会使用那个照片打印机 然后就说 你们是做婚纪公司的 正好我也是喜欢主持 他们就把我救过去了 我第一次上台 因为我是有了 敬老院的舞台 然后有了广场舞的舞台 我觉得敬老院的舞台 跟人家结婚的台能一样吗 不一样 但是我就是因为有了一些基础 所以我才主持 哎一下就过去了 我坐在这 没有出过一次错 当时差一点出了疏漏 急性给我们来来来 掌声来 不是没有了 欢迎他 不 你就说几句 模拟一场婚礼 我们也不请什么新郎新娘了 你就在这急性 也请两个上来吧 一个拿了一个礼物上来吧 你看 你看看人这小伙子 主动性多强 来来来 来来静晓静晓 咱们接着来 咱们把上一次那局给序上 来小伙子给你出个难题 第二次举办婚礼 上一次婚礼搞砸了 重复再办 好 现场的所有来宾 在大家的见证和祝福之下 今天这个幸福的家庭就诞生了 有人说相爱是幸福的 相念是快乐的 幸福与快乐 将是所有人与生巨大的追求 于是爱情变成了人们永恒的主题 我相信每一朵玫瑰花的盛开 它都会以爱情的名义出现 我更相信有玫瑰花的私欲点 一定会在两个相爱人的心间永远地盛开 尊敬的各位来宾 请允许我 尊敬地宣布新郎 潮汐 新娘 静晓 新婚大典圆满 李成 其实在李成之前呢我还有一些话想对新娘子说 出了状况了之后你帮我摁住一下新娘子可以吗 摁住了新娘子 对对对我怕她暴走 那不会的 那不会的 真的 真的 你能保证 那第二次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肯定是成功的 对吧 你一定有 你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你们走到这一步 请到这部的亲戚朋友来 我觉得不会 好 上次是我的错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我觉得你上次很过分 潮汐 你有没有想到你正在伤我的心 我们曾经的过往怎么办 你是主持人 现在这场晾在这儿了 我不会说了 有点紧张 你们这个故事太复杂了 非常实际的一个故事 大伙看见了吗 给人家求职者整懵了 太复杂了 对对 他潜台词是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在干什么 其实刚才我想说 哪怕开个玩笑都行 他就是按照流程在走 但是一旦这个东西超纲了 这就不行了 所以说我觉得你只是 能够做一个主持人 做过 对 做过 但是并不专业 你看 小青烈头上都出汗了 你有的东西你会 但是只是会 有的东西你做过 也仅仅是做过 对 但是我喜欢去学习 人可以不会 但是一定是学习 没错 学无止境 对 小青 小青是这样的 我觉得今天你来到这儿 想去找一个演员 演出这样的职位的工作 是吧 对的 从我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不太符合一个专业演员的标准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平台 它都是非专业的 你可以去记录你的演出 你可以记录你和老人院之间的故事 做一个个人的IP是没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他画的特别特别的丰富 他首先我看不同的场景都画在了这张纸上 并且他说了这是他快乐的一天 但是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每天是不是应该有主有次 而他画的这幅画没有主次 你在你未来的职场生涯当中 你一定要分清主次 只有想好了明确了 你才能真正的投入到你的职场当中 来吧 各位企业家根据青志雄今天面试的表现 决定是否继续留灯 你看还是有人欣赏你 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 成功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的话呢 是短视频的主播 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是 把你在这个敬老院唱歌的那些状态 和那些视频 然后你持续地在这个抖音上面做更新的情况下 你这个账号和你这个IP是很容易起来的 薪酬的话是五千加 对其实我也不在乎钱 只能够学习新的知识就可以 你看我跟他是有共鸣的啊 地点 地点是在深圳 接下来青志雄考虑一下选择 不过《非戒传媒》或者《谢谢再见》 好 青志雄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传媒》 祝贺无胜 恭喜青志雄 来 各位企业家 看台上 此时此刻向大家展示的是 《掐丝法郎右踩记忆》 具体这东西是怎么做的 它的工艺精妙在哪里 让我们掌声有请 于是《掐丝法郎右踩》 向传承人 于刚先生登台 刘老师 您好 非常高兴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节识您 先跟大家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咱们天津金兰的美术教师 于刚 同时也是咱们天津市 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 于是《掐丝法郎记忆》的传承人 您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掐丝法郎右踩记忆 咱们传统意义上都知道 这个景泰兰 诗迹景泰兰是它的学术名称 那么这个记忆 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有的 是阿拉伯地区传入到中国的 在元代的时候 忽必利西征 把这些物品带入了中国 后来就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中国人去这个阿拉伯地区 学习这门记忆 这门记忆就进入中国了 我们自己能做了 然后就加入我们中国的一些元素 符号到明代 这个记忆达到了一个顶峰 由于朱七运的年号是景泰年 再加上这个作品 最初用的是蓝色比较多 比如保持蓝 骨雀蓝 这些蓝实际上是波斯文化的符号 所以我们称之为景泰兰 但是景泰兰那个名字 是到了清代的时候才有的 它叫响的 对 之前都叫同胎掐字法了 是舶来品 是我们将它发扬光大了 对 今天台上您最得意的一件作品 是哪件 福寿三多 能感到天津的文化氛围在里面 有点杨柳青大娃娃那意思 对了 这个题材的内容是三个娃娃 而且你看抱到手里面这个物件 它都有自己的寓意 这是瘦陶 对 长寿 这是石榴 对 佛丑 你看到我 佛丑我还真没看出来 福寿三多 这个题材也是2018年咱们中国旅博会 当时我这个作品获得的是演讲 然后我上面用的这些所有的料 都是景泰兰的幼料 它是颗粒装的 我轻轻地摸一下 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质感 微微地有一点点的杀粒感 对了 颗粒感 但是不明显 你再摸那个外面 颗粒还要大 这边 对 质感不一样 就是我们绘画里面讲究空间 透视质感 比如说人的皮肤是非常细腻的 那么我们的法兰料中的更要精细一些 它这人物的面部的精细 还有外部的颗粒大 它形成一个质感的对比 所以说并不是我们看上去这么简单 您当年是什么机会接触到的这门技艺 是家里有传承吗 家里也有做 后来我有拜师的也是 我是画了二十多年油画 实际我以前是搞稀画的 你以前是画稀画 我画稀画 画油画 到了一零年左右 偶然那一次机会 我接触了一个同胎掐丝法拉 我记得做的第一幅作品 是一个北魏的狩猎图 这个作品用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做完 这个真上演 做起来控制不住 对 这个记忆里面没有这个机械可以介入 没有任何机械 没有任何机械 全部都 全部出手工 包括描图 掐丝 点栏 因为这里面有你的思维在里面了 因为在坚持也是有那种画画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下鱼岗老师 掐丝法郎右踩的制作流程 在您的制作过程当中 绘图 掐丝 点栏 这三个步骤里哪个步骤是最难的 最容易失败的呢 应该是点栏部分 是因为色彩会长顾不好吗 色彩是我们人的理解 内心的一种感受 因为恰似任何人 我去传授你的记忆 大家都可以去完成 它是一种活 说白了就是公益 为什么叫公益美术啊 点栏的时候 是完全美术的一种理念 要融入你的思想 包括色彩的触意 内心要有美的这种感觉 对 它有技法在里面 所以说点栏也是抒发自己内心感受的一个阶段 咱们的这个技艺和传统法郎相比 高超在哪里 或者说我们提升了在哪里 传统领栏和咱们这个领栏比 它更复杂 要经过108的工序 传统领栏要烧胎 要抛光 要打磨 这个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对 这个掐丝点栏完全是一样的 甚至说比那个同胎还要精细一些 还要精细 这个东西它在制作和材料的 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对人体 你说的那个是烧蓝的那个 烧蓝的 这个是清水没有任何污染 包括上面纯天然的法郎材 就是你看到包括后一座固定 做制作 都是天然的材料 作品 逐一地跟我们大师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好不好 可以 这幅题材我给命名的名字叫 天马行空 是以好多朋友一看那马 有那种糖马的感觉 我觉得还有阿拉伯文化里边的要素 对 阿拉伯那个马体态 而且这个色彩比较艳丽 像藤森材 装饰的时候我用两种装饰 这个是用的欧款 顺时木的花矿 还有一款用的是中式 那个相对来说就跟这个 显得叫唯美的一些 收缩的一些 这个有张力 充满着奔腾的气息 然后这个是碳雕 这个实际上好多朋友都见过这个 这个碳雕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净化空气 在新赏美的同时吸收雅全 同时这些小的也是挂件 这个是给小栈道 做的那个小栈道 这个小的难度应该更大吧 对了 这个工艺做大了难 做小了难 这个是前年我给咱们天津大学 125年做的这个礼品 天大定制的 天大的这个孝训 实事求是 这是天大的海棠花 独具匠心 而且有咱们天津的这个飞翼特色 对 真好 然后这个就是瓷盘了 这是欧洲那个潮州瓷 雅光瓷 做的是青花 您是用制好的瓷盘 在上头做这个 在上面画图 画图 然后去掐丝点栏 青花瓷这个题材 也是2018年 我的两件作品的 就作为国礼 送给那个俄罗斯文法国 应该 和美图 和花和鲤鱼 鲤鱼的红色赋鱼 而且这个屏风也予以平安 平安赋鱼 这个是首都博物馆的 一个食物瓶 这个叫花石锦机双耳瓶 我们天博呢 还有一个玉湖春瓶 这个朋友应该知道 这两个叫 合成叫法郎双绝 这个图实际上 是咱们青宫里出来的 当时溥仪出宫 带了两个小瓶 有一个是最后 在曹坤家里搜出来的 最后留到我们天博了 它的全称是 乾隆款法郎才 少要置机 玉湖春瓶 非常美 然后这个就是 世事如意 这两个都是世事如意 这个是碳雕的 这个有一个喜鹊 又叫喜事如意 我还是能够看出 您的作品里边 有您那个油画和西洋画的功底 对 我把这个中国绘画 和西洋绘画融合到一起了 中国画用的是线条 西洋绘画是用的明暗立体色彩 所以说我在作品里面 比如像那马的过渡 包括这个喜事立体感 它是比较强的 对比色的和那个葱状色 这色彩的运用 是西洋画里面的很多的做法 对 这个也是一种创新 我觉得您的香菱色的运用 在这上面很多是很典型的 我专业 对 这个《贵妃最久》 这个做得早 这是在二零一几年做的了 这个作品别看不大 但是这个做了一个半月 表面做了水晶 晶莹剃头感就出来了 《千里扬山图》 大家看去年春晚看了应该是 我是在它之前 已经做了一幅大的了 这幅是参展因为比较方便携带 但是这个颜色 我用的更多的是过渡在里面 太亮了 就是太时尚了 好多东西感觉有点流行色一样 就过去了 但是我更多运用的是灰色调一些 对 而且山水好像就是要有一种 朦胧的意境在里面 是 这个孔雀 实际上这个背影色 原来我做过一幅 是带深色的 后来我把它调成浅色 这个就更加的唯美一些了 这个之前做过一个 一米八的是个大头 小幅度品就是更加清静一些了 可以 真太棒了 这个爱好我给我们单位 包括我们区里面的社团 贡献了很多孩子社团的活动 现在就是说我带了四届社团了 从三级的孩子开始带 孩子们基本上三年以后 能够独立完成一幅度品 他们感受到了这个艺术的魅力在里面 同时我带孩子的时候参加一些活动 他们自信心也非常强 对 自己也有一种自豪感在这里面 贾君你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孩子们爱上掐丝法郎又采的记忆 同时能够学到很多的传统文化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 非遗传承未来的一个主攻方向呢 是的 我觉得 其实讲我们的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的背后 它需要一个载体 所以您用通过这样一个载体 让孩子实实在在地 在自己的观察 自己的制作 自己成品当中 去真正体会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文化 而且普及非遗 我们也确实应该像鱼冈老师这样做 就是从娃娃抓起 是的 也许随着他们的不断成长 如果真的有一天 他们像您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能他们手中的这个非遗记忆 会有一个全新的高度 对 可能超越了您 但我想您被自己教过的学生超越 也是您特别乐于所见的 也是欣慰的 这些年在创作这些 掐死法郎又采的过程当中 您的家庭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夫人给了很大的支持 我女儿也特别喜欢这个 也喜欢这个 儿子也在做 儿子也在做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您来到这儿 不光带来作品 其实也应该带来您的家人 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您的这些精美作品 来 我们掌声欢迎鱼冈老师的夫人 赵宪宏女士 您好 谢杏姐 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在台上 分享了鱼冈老师这些精美的作品 他肯定会做这个影响到一部分 帮你分担家务的时间 对于这个 咱说心里话 内心当中一点怨言都没有吗 那我们家分工不同吧 有主内 有主外的 全身心地支持鱼冈老师 教学和这个事业的创作 您会这个掐死法郎又采吗 我也会 因为我没学过美术 对色彩这方面还是不太了解 掐死阶段我还可以 他掐死的细节比我把握得还好 来吧 这是一个掐死法郎又采之家 二位 我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请我们的企业家上台 来感受一下 掐死法郎又采记忆的制作 贾军 还有杨东生 有请二位 刘老师的点蓝 咱们这个有什么技法吗 心不心气和地屏住呼吸 均匀地用手去感受 这是法郎料 大家看到这颜色是过度的 对 实际就是会画的 握笔的方式就像握笔 这两只手指夹着 这手指负责挤压 是这样 吸 对 吸 用完第一颜色要洗一下 再换下一颜色 对 就按照这个往下 往上的冲刺 看看我们的企业家 此时此刻也像可爱的孩子一样 这儿过来了 加点水 在这儿学习 这个掐死法郎 又采的记忆 点蓝 只指捉摊 然后看这样 抖一抖 平了 非常平 这都已经开始到高阶了 上小铲刀了 铲刀可以做过度 可以做渐变 这是油画刀 我问一下余刚老师 您有自己短视频账号吗 没有 没做 没有 短视频这块没设立 没设立 没设立 我更认同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像他们这些 拥有着很高记忆的 非议传承人 应该把他们的短视频账号 开到海外的短视频平台 和社交媒体上 可以 它可以做TikTok 真的应该让这个记忆 不是说光大家看了 应该真正的走出国门 走向海外 我觉得那个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具备了在TikTok上面的话 来把咱们的飞仪 做一个传播 或者是做一个展现的 而且在世界范围里面 它这个很吸引人 东生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你把这点弄完了 咱就展示一下 来吧 看一下 这一幅 这个未完成的路 是我们的杨东生做的 而这个 基本上主体 已经完成得差不多的 这个小螃蟹 是甲军的 谁做得更好一点呀 比较就知道了 军姐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 我觉得甲军做得不错 如果赞同的话 我们掌声通过 谢谢 甲军姐做得好 就在于它这个螃蟹 真的有您 给我们带来这些画作当中 展示的 运燃的这个 渐变的 过渡 成分在 是吧 对 这只鹿呢 来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前面这块 那有渐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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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块来不及了 感激着 着急了 感激着 两位老师都非常好 都入心 用心去做了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希望您能够利用 现在比较流行的 传播方式 比如短视频 能够让更多的人 看到您的作品 到我们祖国的大美河山去 创作那些 由您亲手制作的 掐丝法郎又彩记忆画 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 好像我们祖国的好河山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对 让更多的外国有人 领略到中国的美丽山河 感受到中国 掐丝法郎又彩记忆的独到之处 忠心地祝您工作愉快 生活幸福 我们把掌声送到二位 谢谢主持 谢谢 谢谢 每当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都会说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 去做自我介绍呢 第一点 要根据面试官的状态 去控制我们的节奏 不要过快或者过慢 去表达 第二点 简历上已有的内容 我们就不要细说了 点到为止 第三件事情 是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们自己的优势究竟是什么 重点清晰地去表达我们的优势 第四点 核心的内容 和本市应聘相关的岗位 我们要重点地去讲 第五点 关键词要明确 并重复地去强调 比如说 在我们的简历当中 要出现带领 严领 负责等这样的关键词 最后一点 我们随时要保持我们的职业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您的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品2010 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品 at126.com